大家好 今天是咱们贪官系列节目的第八集 这个系列的节目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 看来大家对于贪官裤裆里边那点事情还真的是很感兴趣 那好吧 反正这方面的题材咱也是取之不竭 咱们的中国还缺贪官吗 是吧 只不过呀 播放量一高了 就有很多观众对我挑三拣四 就比如吧 有的观众就留言了 老李啊 老李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要是当了官 那肯定也是个贪财好色的大贪官啊 这话说的呀 就好像他自己就能当个清官似的 这话其实也没错 我也承认 在目前中国的这个体制之下 哪个人进去了能够保证出于泥而不染啊 所以呀 咱们谁也别装什么圣人 都别说咱们成年人了 现在就连小学生都从小就立志要做个贪官啊 大家一起来先看一个视频 小朋友天真烂漫 理想也是五花八门 可以下这位的理想就真有点离谱了 你看嘛 就连咱们祖国未来的花朵 都已经从小就立志要做个贪官了 他们已经把当贪官都作为一种梦想了 这方面的事情啊 太深的话我就不说了 咱们就事论事 我只能说呀 想当个贪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女贪官 就比如吧 在上海的金山区 有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 金英丽 前几个月呢 因为违法违纪的问题被抓了 官方给出的通报上面写清楚了 说是这个女人甘于被违猎 大家要注意啊 中华的文字那可是博大精深啊 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可是包含了极高的信息量啊 首先你看啊 甘于这两个字 证明他自己内心是乐意的 是很配合的 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围猎这两个字 大家想象一下 什么样的人才能围猎政府的女官员啊 那肯定得是更高级的政府高官啊 大家再来想一下啊 围猎是怎样一种场景啊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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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做围猎呢 所以啊 大家是不是瞬间就感觉到 咱们这位女性官员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同时要伺候那么多领导 被那么多领导围猎 其实啊 在咱们中国就是这样 如果一个女孩年纪轻轻就有钱有权 那么无非是以下的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操她的人牛逼 第二种可能 操她妈妈的人牛逼 这方面的深意 大家能够理解吗 这也是中华文字博大精深啊 其实啊 像是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呢 再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最美市长江宝洪 很多朋友可能一看这个照片就不服气了 这也能算得上是最美市长吗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人家被抓的时候已经是45岁了 45岁还能保持着这种姿色 实际上已经很不容易了 年轻的时候人家绝对是个大美人 根据官方给出的消息 他在23岁大学毕业之后 就去了法院里边实习 就勾引上了法院的院长 在此之后 在他从政的这20多年里边 真的是兢兢业业 一步一个脚印啊 总共赔税了40多名官员 最终呢 才换来了甘肃省 一个五线城市的副市长 这其中的艰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吧 真的是太难了 到了最后呢 他还倒在了权力的斗争之中 还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呢 所以说呀 一个漂亮的女性想要当官 那实在是太难了 需要承受的实在是太多了 40多个男人啊 我的天啊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家伙叫做楼才敏 原本是福建省南平市检察院的党委书记 在他被抓之后写的那个忏悔书里边 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记录 说是有一次啊 他去地方上的一个下属单位办事情 地方上的那些下属为了招待他 请他去歌厅里边嗨癖 到了歌厅里边以后 就有人向他介绍了 楼书记啊 这是我们局里边的小王 小王呀 你赶紧给楼书记敬几杯酒 陪着楼书记好好唱唱歌 哎 之后呢 久过三旬 咱们的楼书记就开始对着这位小王上下起手了 虽然说咱们这名小王可能也不是什么真结恋女吧 不过好歹是有那么多同事都在这看着呢 让人家脸上都挂不住啊 是不是 人家好歹是个女孩 也要面子的 所以啊 这个姑娘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 就不太高兴了 结果呢 这下可把咱们的楼书记给惹怒了 楼书记当场把一拍桌子 你们几个都给我滚出去 老子现在就要打一炮 在场的那几个下属 纷纷的面面相去 怎么办啊 走吧 一个个都退出了包厢 之后呢 楼书记当场就把这位女下属在包厢里边给办了 这都是真事儿 大家不信可以网上查一下 所以说呀 长得漂亮 还想当公务员 那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说到这里呢 可能就有的观众不服了 在咱们中国 女性如果是想当官 不牺牲色相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这方面的事情啊 真的很难说 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无非就是那两种可能呗 接下来是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位真正的美女官员 这名姑娘呢 叫做董海涛 她在年仅30岁的时候 就在辽宁省的一个四线城市当了副市长了 由于这名姑娘长得不错 年纪轻轻就当了副市长 所以呢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但是网友的力量毕竟非常的有限啊 也没有查出什么太有价值的线索 到了最后啊 只查出来 他和一个副厅长有点关系 并且啊 这个副厅长是他老公的亲叔叔 这个里面的关系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乱啊 是不是感觉有哪里不对 然后又不太好说呀 那就算了吧 毕竟人家两位现在还在位上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爆出什么违法违纪的问题 所以啊 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在中国的官场上 实际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 所以呢 指不定哪一天 咱们就又有笑话可以看了 好了 今天所讲的这几座小故事 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 咱们自己家闺女长得漂亮的话 千万不要让她去当公务员啊 别把咱们的闺女往湖口里边送 让那帮贪官们祸害 对不对啊 而且啊 也别把咱们的闺女往什么总政歌舞团里边送 别想着让她当什么明星 这里边的事啊 太乱了 在咱们中国长得难看呢 像是我这样 就会经常被某些观众所笑话 但是一个女孩在中国长得漂亮了 那同样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 长得漂亮也是一种罪过呀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